在这一集,我们的巡城将从克罗地亚到达波黑共和国 大家好,我是兵徒,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视频,麻烦您点击下屏幕右下方的订阅键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您的支持和订阅是我们频道成长的最大动力,谢谢 今天的安排是一早游览古罗马帝国旧城,萨隆纳遗址 然后前往我们在克罗地亚的最后一站,杜布罗夫尼克游览古城 我们的酒店就在萨隆纳遗址的旁边,步行两分钟就到了 早上吃完早饭才八点多,我独自一人先来到遗址逛了一圈 没有开门的人显得特别冷清,但是景色却是很美的,空气也不错 等客人们都准备好了,我又和他们来到了遗址 这时候已经十点了,遗址的大门同样敞开着 仍然没有开门的人,我们就静止在遗址里游览起来 现在这里看起来是一片废墟,何曾想1800多年以前 却是非常繁华的,作为古罗马帝国当时达尔玛西亚省省会城市 这里有可以容纳18000人的竞技场,供观众观看决斗士们的表演 当时基督教还不算合法,前一集里提到的圣多蒙尼尔斯主教 就是在这里的原型竞技场被当众处决的 如果对古罗马帝国的历史感兴趣,这座遗址是我们强烈推荐的 游轮客人上岸游览的景点通常是不包括这里的,所以没有啥游客 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多小时里,就只看到了除我们之外的不到十个人 门票在这里好像也成了可选项 如果我们不参观遗址里面的小博物馆,都不知道那里有售票的人 最后我们买了门票,八欧元一人 萨隆纳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大约就是中国的周朝末期秦朝建立之前 城市建立之后很快就成了古罗马帝国的主要贸易文化和政治中心 古罗马帝国的国王戴尔克雷西安也出生在这里 但是在他退休之后,他在现在的斯普利特给自己修了一座宫殿 然后搬离了萨隆纳,之后萨隆纳逐渐衰败 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又被斯拉夫人和其他敌人多次入侵 最终城市被荒弃 大约一小时后我们离开了遗址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杜布罗夫尼克古城 路上一直下着雨,路过好多村落 看到路边不少卖农产品的,就随意选了一家停了下来 看到底在卖些什么 我们发现他们卖的农产品大多都不是他们自己家出产的 所以价格不算便宜 不过既然停了下来,还是打算给当地的农民做些小贡献 语言不通,就买个热闹吧 快到杜布罗夫尼克的时候,路过了一座现代的跨海大桥 看起来比较壮观 后来从当地导游得知,这是一家中国的桥梁公司修建的 只花了两年时间就修好了 在他的眼里,那就是神速 如果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公司,起码要五年以上 杜布罗夫尼克古城的游览从堆门开始 沿着古城主街在雨中漫步 两旁的中世纪古建筑显得非常好看 自从2011年美国火爆一时的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上映之后 杜布罗夫尼克古城变得世界闻名 因为这里是电视剧的主要拍摄地 我们导游也在剧里扮演了一名士兵 他还特意给我看了他的剧照,英姿萨爽 这次旅行,我们已经看了不少古城 对历史和古建筑不太感兴趣的话 估计看到这些教堂和古建筑应该已经有些审美疲劳了 其实最让我提神的就是看到了一对新婚夫妇 在这里的教堂举行婚礼 估计这里举行婚礼是常有的事吧 杜布罗夫尼克古城在1979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这座城市的历史大概有1300年 现在整个杜布罗夫尼克市的人口就只有42,000人 在1979年的时候 他在2014年里也有大事 在2014年里的城市中间 在2014年里就有一个杜布罗夫尼克室的形容 在2014年里就有一个杜布罗夫尼克室的以外 结束了教堂的游览,我们来到了普洛切门,这是古城最著名的两座城门之一,这里的风景确实好看,亚德里亚海成了古城门, 最佳的背景,我们在这里又拍了好多照片,今晚我们住的酒店五星级的皇家兰酒店就坐落在海边,酒店的大堂颇有气势,靠海的一边整幅落地窗外的亚德里亚海成了大堂最美的巨幅壁画,酒店里有三个用餐的餐厅,我们选了皇家天台餐厅吃晚餐,窗外的美景加上美食那是无敌性的。 餐上其乐又忍不住开始拍照,拍照的好处之一就是永远对当地当时的美食记忆犹新,不过现在看不是好事情, 因为我点的舒芙雷确实太美味了,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酒店的餐厅环境不错,房间也很宽敞,今晚可以在舒服的床上每每睡一觉了。 旅程的第十天开始了,早上起来又是享用酒店美味早餐的时候了,我感觉特别幸运,因为每天早上我的胃口都不错,所以可以充分享用他们提供的精美食物。 白饭,葡萄,葡萄,葱,葱葱。 一種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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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酪 哦,多少 烹飪食物 那是我的脂肪和食物 這早上 還有咖啡餅 和菇 剛剛吃的這個腸子呢 就比較硬 它是那種很有嚼勁的 嗯 一些小口味 一些小口味 嗯 咖啡 味道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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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要離開杜布羅夫尼克了 吃完早餐 我就利用短暫的時間 在這座度假酒店溜達了一圈 吹吹亞德里亞海的海峰 看看海景 算是給我們的克羅地亞郵 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今天我们的行程安排是从酒店出发离开克罗地亚 前往波黑共和国的波齐特里 然后经过名城穆斯塔尔到达波黑共和国的首都萨拉热窝 全程280公里 到达波齐特里的时候 第一个迎接我们的主人是一只可爱小猫 不过它不太热情 连个猫字都不说就迅速离开了 在古堡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一群春游的学生 感觉生机勃勃 从1400年到1800年400年间 无数君主对这里进行了加固建设 但很可惜的是1992年的波黑战争对这里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 古镇美景的必不可少的元素是这条内瑞特瓦河 天气好的时候河水是绿绿的 让我想起了斯洛文尼亚的索洽河 河水流经这里后南下汇入亚德里亚海 是波黑共和国和克罗地亚沿岸人民的主要饮用水水源 波奇特里位于内瑞特瓦河的东岸 是当地保存最完好的古镇 没有之一 从古镇的上面俯瞰河谷 景色秀美迷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成了波黑最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 我现在站的位置差不多是城堡的顶部 从残破的城墙上的小孔 我可以想象700年前士兵们是怎样利用这个制高点 来掌控河谷里的主要贸易通道的 午餐我们选在了位于古镇底部的露天餐馆 一看菜单让我惊住了 这里比起克罗地亚的消费真是便宜不少 一个大大的汉堡 居然只要3块5欧元 难道出了欧盟区 餐食价格差别有这么大吗 后来在萨拉肉窝的时候 发现价格水平又回去了 看来只是这个小镇的价格便宜 こちら是天堡 姆斯塔尔 姆斯塔尔位于波奇特里以北大约30公里的样子 是黑塞哥维纳的古都 这里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横跨内瑞特瓦河的老桥了 这座桥因为是巴尔干地区最为典型的 有伊斯兰建筑特征的桥梁 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同样遗憾的是 这座桥在波黑战争的时候被完全摧毁了 现在的桥是2004年才重建完成投入使用的 这座桥名气大大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世界悬崖跳水赛在这座桥上设立跳台已经8次 最近的一次是2023年9月9日 看图片就知道那是盛况坑前的比赛 看这个颜色的水色 那是美丽的 这一套龙跳水赛水赛 这是说名泛水的 它是名字的 是在兴奎的 那是人们 在兴奎的 的国家 在加布拉尼查露天博物馆停了停 这是专门为纪念二战时期在这里牺牲的勇士们而建的 落在水里的断桥成了这里的标志 快要天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今晚的驻地 五星级的雷冬广场酒店 这座酒店是建在当地一间 在波黑战争时期被摧毁的爆射旧址上面的 进了酒店 巨大的前厅左侧的墙上是酒店 在建前后不同时期的照片 看起来确实令人伤感 这里是一个酒店 它被重建后的爆炸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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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是在酒店的旋转餐厅 餐厅离地面有70米 足以俯瞰城市全景 萨拉热物的夜景没有那么炫彩 但是也透出足够的魅力 让客人们不禁唱起了欢乐小曲 Love your hands vallahiτού 又来晒一下今晚的美食 我点的丝滑的蘑菇糖 不仅奶香浓郁 蘑菇的香味更是得到了升华 下次要去这里用餐的话,我一定还会点这款的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同样享用了美味的早餐 保证一天精力充沛 今天的目的地就是萨拉热窝的老城区 70年代一部来自前南斯拉夫的电影名叫 《华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当时在中国是活到人尽皆知 萨拉热窝这座城市的名字也同时深深的刻在了 那是中国人的记忆里 《华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最让全世界记忆深刻的 却不是因为它的名字 而是在这个老城区有一个特定的地点 就在这个地点出发一次世界大战的 导火索事件发生了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看看110年以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事件就是当时奥特帝国 現在他们被巡警的原因被英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台湾兽地狗 撒拉热窝经常被称为欧洲的耶路撒拉 因为这里也是除了佛教之外的其他主要宗教的教会地 这里主要民族包括穆斯林、科罗地亚人还有塞维亚人 作为剥黑共和国的首都 这里的常住人口大约35万人 就算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了 因为这里宗教种类更多 所以在老城区看到犹太教堂 东正教堂、清真寺、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 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巴斯卡尔西亚是撒拉热窝最老的城区 这里有从奥斯曼帝国就开始新盛了集市 几具土耳其特色 有一家同气店还专门用中文写了个招牌 说是瓦尔德的儿子开的店 其实就是为了招揽中国游客 虽然《波黑共和国》对中国人民签 但是在这里我并没有看到什么中国的游客 在众多的宗教寺庙中 我们选择了参观萨拉热窝最知名的 博兹胡瑟雷贝格清真寺 它是该市最大也是年代最久的清真寺 建于大约500年以前 是巴尔干地区 只有代表性的奥斯曼 这是第一次泡泡 在英国 比如英文 它是个人的奥斯曼 然后是国家的方式 是一个人的奥斯曼 这就是国家的奥斯曼 这是第一次泡泡 是一个人的奥斯曼 我们的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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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午饭时间也相应推迟到了下午三点 导游给我们推荐了一家最地道的剥黑菜餐馆 名叫菩提树甲的馆子 餐馆历史已经有超过60年 美国前总统比尔科林顿曾经来过这家餐馆两次 所以墙上仍然挂着他的照片 餐馆的工作人员很热情 带着我们从里到外的餐馆 餐馆的环境的确不错 装修温馨雅致 今天天气很好 四万九三更是让人迷 这间房子啊 那是一个大厚的餐馆 那是第一次他刚才来的 那不是公司的 第二次他刚才来的 一大大桌 10人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非常安全的房子 非常安全的房子 非常棒的房子 他是你的祖父 是的 你好 我是首席的美国 我的名字是 Bill Clinton 他站在这里 主持人给他这个照片 我大概30岁 30岁 我是很年轻 所以什么名字是 的名字是 的名字是 的 因为 这个 这里 是一个很大的 120岁 的 很像一个家 当时 冠军 的名字 我们从马克里烧热了 立法森 然后 我们要把刀削 我们要把刀削 因为 的 那 这个 刀削了 我们 给了 餐厅 和记忆 餐厅 不仅环境好 对根本的还是菜 确实做得好 它是我们这次旅程中 吃过的最好的四家餐馆之一 我们下了 天 那么 都会把刀削 κα se 都会离啊 好的 干杯 干杯 我们在萨拉热窝的旅程 最后结束于位于城市东南的特雷贝维奇山上 在这里我们欣赏到了城市全体 再见了萨拉热窝 再见了波斯尼亚黑塞多尼亚 我们会在 十分感谢您观看我们的视频 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